歡迎李璇 大家好 我們試一下 會動 挺好的 大家好 我是李璇 有些人 前不久才剛看到而已 半個小時前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Aptos 那有多少人有聽過Aptos 還蠻多的耶 那有多少人有聽過Flow 放得比較少 真是遺憾 好 那Aptos是 我今天主要是會分享Aptos 那這個東西不會到太深 就是主要是要介紹 Aptos裡面有一些什麼 比較特別的技術設計 然後它有一些什麼額外的價值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有在關注區塊鏈產業 可能就知道現在區塊鏈已經超多了 超多條公鏈 然後大家都在競爭 就是想要變成最後留下來的那條公鏈 那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就是不會最後 可能不會是一條公鏈 打敗所有其他公鏈 然後應該會是一個 就是幾條不同的公鏈 然後分別提供一些價值 那跨鏈會是很重要的一塊 對 例如說有些公鏈可能比較適合用在這種 使用者應用 消費者應用 然後有些公鏈可能比較適合用在這個 銀行清算等等 那他們之間會有需要一些協議 然後去達到跨鏈 不過那不是今天的重點 今天主要是要介紹Aptos這條公鏈 好那快速自我介紹一下 我自己是Compute Science背景出身 原本是電機系啦 不過後來就是我修課 然後還有研究所 其實都是比較偏向計算機組 那開始工作之後 也是一直持續都是在擔任軟體工程師 那在2015年開始 接觸在以太坊上面做一些side project 然後那時候就是 蠻fascinated by blockchain 然後它能夠達到的事情 然後在2017年的時候加入Compute 然後擔任VP of Engineering 然後我們那時候做過交易所 也做過底層供鏈 那在2019年的時候 前公司解散 那就是那裡有些有趣的故事 有機會的話也可以來聊聊 不過在2019年之後 那我跟我Cofounder還有一些之前的前同事 就一起創辦了現在這家公司叫Portal 那我們做的產品叫做Blocktone 那我們專注做的事情 是要讓區塊鏈變得拼益近人 能夠進入大眾市場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都還蠻關注 各個這個區塊鏈產業裡面的發展 然後面對各個component 有哪些service Dex或者是跨鏈協議 或者是底層供鏈等等 都持續關注 好 那應該蠻多人都曾經聽過Facebook之前 有一個區塊鏈項目 一開始叫做Libra 那它最一開始的目的是想要做到 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技術團隊 在做這個底層的技術 那不過他們更想要做的事情是 做一個跨國的穩定幣 就是它把各國的這個貨幣 然後做一籃子 然後做成一個新的穩定幣 就是超越主權貨幣的一個穩定幣 那這件事情想當然而就會受到各國的阻礙 那再加上Facebook本來就不是一個大家非常信任 然後生育非常好的一個公司 所以大家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常常被叫去國會裡面這個店 就常常被叫去國會裡面問問題 就說你這件事情為什麼這麼做 然後這件事情為什麼這麼設計之類的 那後來他們就稍微把它淡化一點這個穩定幣的成分 就開始做 好那我們專心做底層總可以了吧 然後叫做DM 那就比較專注做技術 技術的部分 可是還是遭遇到蠻多的阻礙的 然後最後他們就決定砍掉這個區塊鏈Project 那問題是這其實裡面還是有蠻多不錯的設計 蠻多不錯的架構 然後這裡面也聚集了蠻多不錯的人才 那這些人就覺得 就我都已經做了一個還不錯的鏈 那就這麼縮砍就砍也是挺可惜的 所以就他們就跳出來 然後就做了一個新的區塊項目 其實不只一個有蠻多個的 那這裡是目前最有名的兩個 一個叫做Sweet一個叫Aptos 那Sweet的話可能更著重在技術開發的部分 然後Aptos更著重在生態系建構的部分 那他們兩個 雖然說是就是最近才跳出來 就是新加入戰場的這個區塊鏈團隊區塊鏈項目 可是其實還受到蠻多的關注的 那雖然說現在市場不那麼好 可是其實他們募資的成果也都挺好的 Sweet大概募到了36個Million Aptos之前募了一輪200Million 最近募了一輪FTX的150Million 那有趣的是Aptos 他的投資人裡面其實有蠻多是 之前Solana系的這個投資人們 然後不只是投資不只是資金 然後還有像是這個 甚至Solana的這個 團隊裡面的一些人也都跳到Aptos去了 所以他們現在有錢有人 然後又有聲量 其實感覺接下來還蠻有機會做出一些事情 雖然說現在就是供電市場的這個競爭非常的激烈 可是他們其實有一些蠻不錯的設計 然後可以 Either是說他們自己把它發芽光大 或者是說這樣的設計其實是可以被別人採用 然後發揮就是影響這個產業 好 那它主要的優勢有幾項 第一個是安全性 第二個是效能 再來是開發體驗跟用戶體驗 先講安全性 有人有聽過Move VM嗎 有聽過Move VM的舉手 好 那 Move是一個 一開始從Libra開始 提出來的 Programming Model 對 那 它的概念是 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 簡單一點的話是 所有的資產 因為在區塊鏈上面 就是一開始以太坊出來的時候 它其實想要做的事情是 在任何的 就是我們可以共用這個底層的 共識結構 我們用共用底層的帳本 可是我們希望可以在這個 以太坊底層的基礎上面 可以寫一些smart contract 然後可以去實作不同的商業邏輯 然後在這裡面當然就是需要存儲一些資料 然後要處理一些運算 那 原本Ethereum提出來的這個 smart contract model 就是一個其實跟中心化的系統的model 是類似的 也就是說它只是說 資料是存在鏈上 然後因為資料存在鏈上 所以需要一些特別的處理 基本上它運作的方式 然後還有寫的過程 這個程式碼的長相 其實都跟中心化的這個 程式是沒有太大的差別的 那當然這個東西在一開始推出來的時候很合理 因為其實它希望是做一個general purpose的一個programming的platform 那其實一開始也很難想像說 到底大家會把smart contract拿來做些什麼事情 可是大概經過了這幾年的實驗 2015年一直到現在的實驗 大家大概也有點概念說 其實區塊鏈並不適合用來存所有的資料 它比較適合用來存高價值的資料 可是問題是它對高價值的資料 目前的programming model又沒有什麼特別的保護 沒有什麼特別的處理 以至於說就是你存這些 你的資產跟存你的星座血型是一樣的 那如果剛剛有聽過的話 會有點重複其中一小部分 對 那就是跟你存星座血型是一樣的 那可是問題是你星座血型 你就算說資料寫錯 我明明是這個 什麼天蝎座不小心寫成金牛座 改回來就好 沒什麼無傷大雅 小事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資產寫錯 那就有可能造成資產遺失 或者是造成一些蠻大的損害 其實之前也曾經發生了 像是reentrancy attack 或者是像是一些flash loan 然後造成不正常的清算等等的 那都是因為你對於資產的處理 沒有特別的保護 造成了一些結果 那所以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 其實就是說 既然我們在區塊店上面 處理的都是資產 那我應該要對這樣子的使用情境 做一些特化 既然我處理的是資產 我處理的是高價值的東西 那這些高價值的東西 就應該要有一些額外的機制去保護 不管它是創造還是轉移還是銷毀 所以都應該要有些額外的機制 那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的一些核心 就是在 如果你有寫過etherium的smart contract的話 全線共管這件事情 基本上都是用擺明單列表來做的 就是說 哪些人有全線 例如說面齊跟NFT 或是哪些人有全線去access 這個合約裡面的一些 admin function 這個東西主要是要透過 就是寄一個列表 如果你的地址 如果你這個sender 是在這個列表上 那你就有全線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沒有 那你不在這個列表上 你就不能做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 稀缺資源 就是這些資產 其實在這個 合約裡面 它就只是一個一般的變數 所以它的保護 它的安全保護 就是要由這個合約看 寫得足夠安全 才能保護得到 也就是說 例如說 這個usdt 美金穩定幣的智能合約裡面 所有動用到你的餘額的地方 你都要去檢查 我是不是這些 我增加我的餘額 減少我的餘額 這些附近的邏輯 是不是寫得對 有沒有bug 那我要檢查 這裡有沒有不小心乘2 或這裡不小心多減了什麼東西 或是 那要把這些code 全部都檢查過一遍之後 才能確保這個資產是安全的 然後再來 所以這個安全性是由合約來負責 那既然是由合約來負責 它就有很多可能出錯的地方 就你這個 如果是出自於一個比較沒有經驗的工程師的手 那他可能就會 沒有考慮到某些狀況 不小心某些地方出了bug 然後資產就已失了 那 過去也曾經出現蠻多的這種案例 那在resource-oriented programming裡面 它的 全線控管是capability-based 也就是說 我有沒有全線做某件事情 是看我有沒有某一個 有點像有一個token 就像我能不能進入一間酒吧 是要看我手上有沒有一個 就是 pass vippass 我要show那個vippass出來 給那個 那個保全看 它就讓我進去 as opposed to 如果是原本這種全線控管的話 它那個 保全它手上要寄一個列表 可能那個列表上面還有 還有你的照片 然後你進去的時候 它就看一下 嗯 OK 長得像 然後讓你進去 對那 機制是不太一樣的 對嗎 然後 resource-oriented programming ROP 的 機缺資源它是有個特殊的型態 叫做resource 這個 這個 形態本身的安全性 是由這個VM本身裡面的設計 去保護 也就是說對於這種 資產類型 你知道 現在我定義出來的這個變數 它是 跟資產有關 我就定義 宣告成這個特殊的類型 那 這個特殊的類型的 呃 的這些資料 就會受到一些特殊的保護 好 然後 那它的安全性就會是 內建在這個VM裡面 比如說VM裡面就 某一種程度就已經保障了這些資產的 一部分安全性 那這個 這個資源導向程式設計 ROP 本來一開始是由Move提出來的 後來 有點被Flow拿去 那個發揚光大 那現在這個Aptos還有3 又跳出來 就自己也想要搞一個供鏈 所以就是 那目前最主要在推這個ROP的這些鏈 大概就是Flow跟Aptos跟3 還有一些其他的 對 好 那 呃 這其實大概剛剛有 講過一些 就是其實我們在 設計這個程式語言的時候 是還蠻反映出你到底是用 這些程式語言來做什麼事情 對啊 那最一開始這個程式語言其實不存在 因為 所有的每台機器都是這個很 特 特殊規格 對 對嘛 就是 一台機器上面 控制它的方法 叫它做事的方法 都是 每一台機器都獨一無二的 所以每一台機器可能會有一個 使用說明書 那你要叫這台機器去做事 例如說可能這個 Turing的那個Enigma 他 寫Enigma的那個機器 呃 就 他就只會做某些特別的事情 如果你要叫他去就是做 就是你要控制它的話 你就必須要知道 這一開始這個硬體的設計 當成這個樣子 當成這個樣子 可是慢慢的 這 機器的運用開始變得越來越普及化 比如說我希望可以用同樣的機器 然後希望可以用同樣一套程式語言 就是Run在不同的機器上 然後都可以達成類似的效果 那因為機器變得普及化了 所以寫程式這件事情 就變得 更需要有一個公開的標準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程式設計師 所以那程式設計這件事情 就應該要變得更 就是有一套規範 或者是更容易學習 那就開始出現一些 比較高階 相對高階的語言 比起最一開始那種橫底層 就是說我要punch一個card 然後說 打幾個孔 代表什麼意思 那就變出一些比較高階的語言 然後之後因為我們會把這個程式拿去做一些資料處理 所以就出現專門處理資料的程式語言 Sequel 然後 因為開始慢慢的就是視窗化的這個發展 那 對 就是我們去寫這些視窗化操作介面 呃 程式的時候 如果我寫的東西 跟我看到的東西是有map的 那我比較容易理解我到底在寫什麼嗎 我比較容易就是 呃 去 知道中間有沒有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就開始 就是跟著GUI一起發展出來 就是越來越多的object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然後因為網路的興起 然後就出現了一些需要跨平台的程式語言 對 那所以rop也是大概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把這個程式用在這個區塊鏈上 所以會就衍生的產生出rop 那 好 對那這剛剛大概有提到 就是 呃 區塊鏈上面的程式設計 一開始是 以太坊 就是 呃 提出了嘛 那他一開始的目標是希望 可以提供一個general purpose programming 那可是大家後來就用在一些比較 呃 資產類型的領域上 那 呃 現在的這種 問 現在的programming model 比較大的幾個問題 除了剛剛有講到的這種 對於資產沒有額外的保護之外 還有一個蠻大的問題是 這個資料都存在 中心化的地方上 所謂中心化是指這些智能合約上 例如說 呃 所有人 就如果你有寫過 solidity的smart contract的話 所有人的 例如說USDT的餘額 都是存在USDT的contract上面 它有一個很大的列表 它有記說 什麼地址有多少錢 什麼地址有多少錢 所以所有人的資料都是寫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就變成一個bottleneck 造成就是平行化很不容易發生 對嗎 因為所有人 只要有 動到你的USDT餘額 你就會需要去寫到那張表上 那我其實很難去檢查說 那你動到你的餘額 跟我動到我的餘額 這中間有沒有什麼觀點 因為大家讀寫的都是一個 同樣的一塊 就是memory 對 那 這件事情就會讓平行化很難發生 然後再來 就像有剛剛提到的 就是 這些資料 那個表 其實表達的是你的資產 可是問題是 它你其實看不太出來它的ownership 就概念上來說 在那個USDT的這個餘額大表裡面 你的地址後面的餘額 這邊存的資料應該是 你的資料 可是所有人的資料都拿在一起 就是你的餘額放在這邊 我的餘額放在隔壁 所以就是所有人的資料都拿在一起 我就很難去歸屬說 這些資料到底是屬於誰的 所以最後的算法就是 好那這些資料應該都屬於這個合約的 那這也讓技價變得非常困難 因為存資料在鏈上是一件有成本的事情 所以我應該要去 incentify大家 如果你有些垃圾資料存在那邊 你就有空就把它清掉 我應該要去激勵你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你就整天一直存一大堆資料到鏈上 那我應該要跟你收費 應該要有一個storage rent這樣子的機制 可是因為現在資料 全部都是存在合約裡面 那我其實很難去計算storage rent 我要跟誰收錢 我要跟這個USDT的開發者收錢嗎 還是什麼 可是這個資料又是屬於用戶的個人資料 USDT的開發者他也沒辦法 就是說 暫自決定說 好那我看你餘額好少 要不然我把你這個餘額砍掉好了 他也不能做這種事情 那 或者是說有人發了一個糞幣 那個糞幣 基本上價值已經歸零了 在那邊還是寄了很多人的這個餘額 那這些資料是一個沒有價值的資料 應該要somehow可以吸引大家 去把這些資料清掉 從鏈上整個清除掉 對 那目前很難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 對 所以 呃 那之前有發生過的供給就是 例如說像reentrancy attack 然後像是濫用權限 這些東西其實最 講到最根本啦 就是因為 資產跟權限並沒有被好好的保護 對 所以 呃 像reentrancy attack 它基本的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 我先跟 呃 我可能先存了一些錢 存了一些USDT 在某個合約上 我就跟這個合約說我想要領錢 那這個合約呢 就把我可能裡面的餘額500個USDT 就打給我 可是在他打給我的 同一個transaction裡面 我後面 就是somehow又trigger了另外一個流程 就是在跟他講說 欸我要再領一次錢 所以他在進去看合約的時候 因為 我領錢這件事情 我領錢這件事情 他是先把錢轉給我 然後可能下一行程式嘛 再把我在這個合約裡面的餘額 剪掉 他先把500塊的餘額 轉給我 然後下一行程式 要說好 那我在這個合約裡面就 沒有餘額了 他就 這個 已經還清了 可是在他 把 就是 餘額減掉之前 我可能又somehow trigger了 說我再跟他領一次 所以這個合約再去檢查一次 我的餘額的時候發現 啊有500那要還給我 所以他又再還給我 然後我再去跟他說 欸我還要再領 然後他又 他就一直吐給我一大堆 就是我不應該有的500塊 可以嗎 可以想像嗎 那這個東西的錯誤的來源 是因為你先給了對方錢 然後再把餘額剪掉嘛 所以一個比較有經驗的工程師 可能會知道說 啊那我應該要先把自己的餘額 先把這個 這個記帳先剪掉之後再轉錢給你 這樣可能安全一點 這樣你就算說reentrance 就是你重複的去呼叫這行程式嘛 我也會知道啊 你已經沒有餘額了 然後我就不應該給你錢了 可是這件事情 需要有經驗的人 才可以做得到 那 可是他的根源是來自於 我轉錢給你 跟我紀錄餘額 是分成兩個不同operation 是兩個不同的程式嘛 如果這件事情 他就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我如果我去領錢的時候 他是直接就跑到這個倉庫裡面 看說 欸哪一包錢是你的 我直接把這包錢拿出來 然後就是好那就交給你 就他那個東西本身是有一個類似 就是那個 object resource的感覺 他把資產給你 跟餘額扣掉 這件事情是在同一個operation裡面發生的話 那就不可能會出現 像reentrance the attack 這樣子的 就是 使用情境 對吧 所以這是resource-oriented programming 主要想要解決的事情 那 對這剛剛大概有提到 就是說 它對於資產還有全線控管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 對於resource來說 它本身就已經有內建了一些保護機制 比如說一個resource的創造 必須要有特別的方式 有特別的權限的人 才能創造一個resource 比如說 憑空創造出USDT這件事情 應該是要有這個USDT minter權限的人 就是由這個發行商 USDT發行商 他才能去呼叫那個方式 其他人都不應該可以去動到這個 這個resource create的這個 這個method 然後再來在轉移的時候 這個USDT的resource的轉移 應該要是有 例如說它不能被複製 它只能單進單出 我只能一包東西給你 然後你收了之後 就結束這個交易 應該要有這種不能被複製 然後一定要assign給其他人 這樣的性質存在 也不能說我把一個這個 這個USDT資產拿出來 然後就忘了給 忘了給誰 忘了把它交給下一個人 然後我就在程式碼裡面 就是因為我忘了把它assign給其他人 所以那個資產就憑空消失了 這件事情也不應該要發生 會嗎 就是在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裡面 他們也會檢查說 你這個對於一個resource的處理 如果你如果沒有把它assign給其他人的話 這個變數沒有把它assign給其他人的話 這個東西是一個syntax error 好再來 對於資產的 如果你真的是很 就是打定主義 就是要把某個資產消毀掉的話 那你應該要有一個就是 表達方式 就是說我好 我現在不是不小心沒有把它assign給別人 我就是真的想要把這一包錢燒掉 那它應該也要有一個特別的function 來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件事情也應該要有特別的保護 應該只有某些人有權限去把這個資產銷毀掉 對嗎 所以 等於說在這個ROP裡面 它就內建了一些對於資產的保護機制了 好 那 剛剛是ROP的部分 另外 Aptos它還有一些其他的設計的特點 例如說它的這個blockSTM STM是Software Transactional Memory management 總之它是一個處理這個transaction的 排成的一個機制 一個演算法 那 在以太坊裡面 一個 就是一個block裡面的所有transaction 它就是 serialized的 執行的 排行 排第一個的transaction執行完之後 再去執行第二個transaction 再去執行第三個transaction 再去執行第三個transaction 所以這裡面有 就少了很多可以平行化處理的機會 在Aptos裡面 這些transaction是先平行處理的 它可以用例如說 32核的這個 處理器 它就平行去處理這個東西 分別算出每個transaction它造成的效果 那 接下來它再去做一些檢查 它在執行的過程中 它也會去看說 那這個transaction它讀了哪些資料 它寫了哪些資料 所以如果我發現它裡面有些conflict的話 那我就會把它就是這些有conflict的部分 按照他們原本在一個block裡面的排序 再去把後面的那個重新計算一次 對嗎 所以它這個叫做 它是命名叫做optimistic paralyzed processing 就是說它先假設說 所有的東西都是沒有互相相異性的 這假設一個block裡面的100個transaction 都是可以平行處理的 如果真的發現conflict 我再把這些有發生conflict的部分 再重新執行就好了 所以在Ethereum裡面 如果100個transaction 那我就要有100個cycle 才能就是把這100個transaction執行完 在這裡面它可能只需要 一開始 如果還有100核的處理器的話 它就只需要一個cycle 執行完一次之後 發現裡面有一點點conflict 那我就再執行conflict的部分 所以它可能就執行個兩三次 就可以把這個 所有的100個transaction執行完了 它就可以大幅增加這個 算是small contract operation 批行的效率 搭配他們的resource-oriented programming 它的資料不是存在一個重疊的地方 它資料不是全部人的餘額都寫在某個合約上 而是每個人的餘額是真的放在各自的帳戶裡面 所以當我需要 你要轉給他一些錢 然後我要轉給你一些錢 然後他要轉給他一些錢的時候 這三筆交易 他們動用到的memory是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又減少這個transaction conflict的機率 因為他資料存的地方就不太一樣 所以一方面是他大幅提升這個平行運算的效率 然後再來他資料不太會容易conflict 所以他最後的結果就是他們實測出來 對於這種small contract operation 他可以達到大概140k GPS的速率 那這其實還蠻令人興奮 而且因為我們之前的團隊也曾經做過這個區塊鏈 那我們之前對優化的部分主要是這個共識演算法的部分 就是我們讓共識變得更有效率 可是智能合約執行是我們後來遇到的第二個bottleneck 那他們可以解決智能合約執行的這個地方的bottleneck 所以有一點料 然後這裡面其實有幾篇paper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去讀讀看 好那再來 對於資料的分享 就是不同節點之間資料的分享 他們有一些比較有效率的運作方式 例如說在大部分的區塊鏈裡面 其實我們都會有遇到一個節點同步的問題 例如說你現在想要run一個Ethereum的node 或者是比特幣的node好了 第一件事情你必須要把過去的這個好幾年的歷史 全部先think out 然後你要把這些歷史全部都從這個 既有的node下載下來之後 那才能開始幫忙驗證 因為你必須要知道過去先 過去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那對於這種出快比較慢的鏈來講 你可能需要幾天的時間 可以把這些資料全部下載完 對於出快太快的鏈來講 你可能永遠跟不上 你在邊下載它又邊出新的快 然後你下載完之後 它又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你永遠沒辦法跟上它這個最新的速度 所以就會造成它這個節點 沒有辦法沒有新的節點有辦法參與 然後這個既有的節點之間的資料 就是互傳也會有一些問題 對那他們等於提出了一些機制說 它對於不只是 對於每個block會去做一些簽章 它對於現在看到觀察到的state 會去做一些簽章 有點像是block pruning的這種概念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有個新的節點要加入 並不一定要 並不一定要把過去所有的歷史資料 全部都複製下來 我只要看最新的狀態長怎麼樣子就好了 而且這個最新的狀態是由這些 之前的這些驗證節點簽章過的 比如說他們就已經認可說 好我們都認同 最新的 這個世界裡面最新的狀態長這個樣子 你的餘額是多少 你的餘額是多少 那它只要從這個地方往後 繼續接下去就好 不需要把原本的這個完整歷史 全部都複製下來 所以它也可以就是加快這些 資訊溝通的效率 那 再來開發的體驗 就是它雖然說現在還沒上線 可是它的開發的工具還蠻完整的 然後它帳戶系統也設計蠻有趣的 然後它也 跟我們合作 所以 它使用這個體驗也挺好的 基本上是這樣子 對 那其實這是看這個一個鏈的 它在發展的時候 它們有沒有想要就是 Target用戶體驗這個部分 大部分的鏈就想 我就比較focus on這個 Advanced user Tech user 那我其實不太需要把體驗做好 就是可用就好 可是對於一些鏈來講 它如果 就是from day one 它就很在意用戶體驗 可以跟著就是這些 注重用戶體驗的project 一起把這個 就是底層鏈的機制 tune好的話 那其實它的發展前例是 挺好的 至少他們滿有這個方面的想法 對那 所以 用戶體驗的話 就是我們自己 打點廣告 接下來可能會 有一些合作 那 剛剛的這些 資料 有興趣的話 我想看 有辦法去嗎 反正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 再來找我要 它其實背後 我覺得他們厲害的點是 他們是一個就是 開發跟 研究都還滿厲害的團隊 有些區塊鏈團隊 它就只會做研究 然後不會開發 所以它有很多的這種 創新的這個想法 可是 沒辦法把它實做出來 那有些 團隊就是 只會開發 不會研究 所以它只能把別人 遇到的問題 稍微做一些 小幅度的改善 那 一個 好的鏈應該要 就是研究跟開發 能力都要 挺好的 好 那 時間有限 所以如果有興趣 想要接收更多資訊的話 一個是可以加入 Apple台灣開發的社群 一個是可以加入 我們的開發者社群 那 我是李璇 我們是Boxo 然後我們 目標是要讓區塊鏈面簡單好用 感謝大家